花与鸟 现在都归合起来 都有这个鱼也属于这一方面 素菜也属于这方面 松树也属于这方面 竹子也属于这方面 其他的螃蟹啊什么之类 都属于花鸟化这个范畴之内 所以因为这样呢 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 也喜欢画画鱼 也喜欢画画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再加一口 加来这个画鱼 这么画鱼 鱼的重点呢 还是主要画鲸鱼 鲸鱼大家都很多的画 都要很多的画 那我的画画是怎么画的呢 所以我现在也来画画鱼 鱼的提起者啊 也经常说鱼乐都鱼乐都 包括我们老年人的心态啊 好像很高兴的这种样子 所以来画画鱼啊 鱼里面变种出来的 变种出来的啊 慢慢慢慢地变变变变变变得各种各样的一些鱼的重 鱼的重呢也是很多 也很多颜色也很丰富 颜色也很丰富 现在我们画的呢 你自己画了一两种代表性的 我们来画画 现在这样啊 画鲸鱼 画鲸鱼是红鲸鱼了 画红鲸鱼了 一遍 两遍 三遍 他画他的嘴巴就带过去 嘴巴 嘴巴 带过去 然后呢画这个 画这个鱼炮 鱼眼睛 鱼的眼睛啊 它比较突出来 鲸鱼啊 很怪 然后呢 再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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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用木画啊 其他这种东西 用别的画也可以啊 再画这个尾巴 尾巴呢 觉得这里 它尾巴进去尾巴很大的啊 嗯 再画这个尾巴 再画这个尾巴 嗯 很大的 可以用大一点的 尾巴一般是 啊 一般来说它是四条的 两边 一边两条一边两条 这个一条呢 因为它 它合起来画不画都可以 你画上也可以 不画也可以 啊 画完个字后呢 再画契啊 进去的企业啊 嗯 这个进去呢 基本上 就画完了 没级别的